我有去表演 但是他也沒有給我薪水 我靠 我因為一件 十幾年發生一件新聞事件 好 打開來 OK 打開來 剛剛紅星7變成了 他有這麼強的嗎 有 他是讓所有人生暴動的一位 小女神 天后級的人物 魔術界的天后來 沒錯 她是Yumi Yumi 來 魔幻千金秀 啊 女神 哎呦 厲害 厲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術師Yumi OK 請憲哥跟LuLu來 也是要走 那我們來玩個角色扮演好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 OK啊 OK 好 那我們要扮什麼 我們先來賣個關子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牌呢 每個花色點數都不一樣 對不對 好 好 那 現在稍微把它洗亂一點 像這樣 好 憲哥我請你 幫我一個忙 這樣我在落牌的時候 在你喜歡的地方 喊停 OK 1 2 3 來 停 OK 好 這樣 好 這樣 配合度還不錯吧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幫我打開這張牌 好 謝謝 要給大家看嗎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哎呦 好 接下來你幫我放第二張 拿起第二張 這一張嗎 對 好 給大家看嗎 對 對 對 這是憲哥幫你選的 好 幫我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好 憲哥選的是紅心7 陸姐選的是 黑頭Q 好 Q卡 好 這一張呢 是因為是憲哥幫你選的 所以非常的重要 請你幫我在上面做個記號 或者是簽名都可以 壞隻魚 Q卡三條線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對啦 三條線就是你 好 無言 好 請憲哥幫我把紅心7 放到上面來 對 然後再請Lulu的Queen 放到上面來 對 好 我們現在呢 稍微把它弄亂 嗯 再弄亂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來玩角色扮演了 通常把牌弄亂之後 嗯 牌會出現在第幾張 第一張 通常都第一張嗎 出現在第一張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在第一張 欸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們角色對調了 你現在是魔術師 喔 我是魔術師了 對 所以請你呢 對他彈個手指頭 這樣 對 沒有聲音嗎 OK 你把憲哥的牌變出來了 不是 我就是 對 我們可以Lulu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變出來了 好 這個是憲哥的紅心漆對不對 那我們就請憲哥幫我們壓著他 保管一下 好 不要跑掉 這個角色扮演換憲哥了 OK 但是我們還需要一個魔法筆 而且還要對著他念著咒語 這個咒語很簡單 就是 綜藝以大熱門 黏黏拿金鐘 可以嗎 這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期望 這不太難 我們拿過一個 我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搞不好我們有夢會傳真 好 那請憲哥幫我們拿著這支筆 好 念咒語 綜藝大熱門 黏黏拿金鐘 好 打開來 OK 打開 剛剛紅心漆變成了 太恐怖了 什麼意思 而且還是我畫三條線 憲哥 那你的紅心漆呢 那你去到哪裡呢 一直都在你的 拿著手上 把我筆蓋打開來 給鏡頭看一下 幫我把它打開來 太噁了 太噁了 唉唷 唉唷 太噁了 它是超強的 唉唷 不是紅心漆嗎 直接變了 好厲害喔 憲哥變的 很棒的手法 厲害耶 謝謝Yumi 好強喔 所以都特別喜歡看一些 國外的魔術節目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知道我很喜歡魔術 那他是做特技表演 他有一次要上電視節目 找我一起跟他一起表演 用大型魔術把它變出來 因為他是主秀 然後要演特技 我第一次上節目表演完之後 他的經紀人就覺得 唉 我好像不會却場 好像滿有表演的潛力 就問我說有沒有學過什麼才藝 那我說都沒有 因為我覺得 一般上演的樂團舞者 這些就是普羅大眾都可以看得到 競爭力也很大 那我覺得 唉 那既然跟魔術結緣的話 不然我來挑戰看看好了 我比較男生個性 想要做一些顛覆傳統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就我就選魔術這樣 選魔術的這條路蠻辛苦的 父母反對啊 然後朋友也會看我笑話 他是覺得這個可以賺錢嗎 對啊 可以嘛 有賺到錢嗎 因為爸爸媽媽都覺得說 為什麼你不去好好的 就是找一份工作 然後這個好像有一餐沒一餐的 真的當飯吃嗎 一開始要怎麼接案子 這一年當中當然就是一直瘋狂的 在公司裡面訓練 那這一年完全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到我自己還要繳車貸 然後還要繳房租 那公司也一整年都沒有給我 我有去表演喔 但是他也沒有給我薪水 因為合約上面 我那時候就好傻好天真啊 因為那時候年紀輕 上面那個薪資的比例 他就說我們依彈性分配 那我問老闆說 那所以是28還是37還是64 他說公司有賺錢當然就給你多 公司沒賺錢那就是沒有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吧 我就說好好好 結果一整年就都沒有收入 天啊 慘到就是我們連吃飯都有問題 完全沒有錢吃飯了 那老闆那時候就在我們公司附近的那種 很破破爛爛的小間的那種麵店 可能一碗陽春麵30塊滷肉飯20塊的那一種 他直接在裡面可能儲值3000塊 然後我們好幾個就是 數十 對 然後我們就 每天中午都去吃那個30塊的陽春麵 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我們還不能在晚餐的時候吃晚餐 因為老闆有開一間餐廳 那他的餐廳就是你可以去那邊吃員工餐 但員工餐就是差不多4、5點開始 所以我們很怕搶不到 因為餐廳跟魔術師 就是我們總共大概快20個人吧 所以我們4點就要衝去排隊 就很怕搶不到 因為如果太夾完了你就沒得吃了 對 好辛苦 對啊 怎麼聽起來像人蛇擊退 對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也不可以 當時就覺得自己好像乞丐喔 這樣 這有被騙吧 很辛苦 妳現在會有後悔啊 不會啊 不會 有賺回來了嗎 有有有 我因為一件十幾年發生一件新聞事件 然後被憲哥罵過 欸 我啊 妳有簽給憲哥 怎麼了 還是 因為當時十幾年前 有一位非常厲害的魔術師 他叫劉千 然後當時 現在也很厲害 對 對 現在也還 很厲害 那那時候我的經紀公司的老闆 他就覺得說想要我轉型當藝人 所以想各種方式想說 看能不能爆紅這樣子 但他完全沒有跟我商量過 他就直接就是跟我說 欸 有一種看要訪問我 那我想說喔好啊 那我就去了 到了現場之後 我本來是穿這樣子 就是西裝啊 魔術師的樣子 結果他就 拿了更裸露的衣服給我 然後呢 放了一個那個 一個道具 它是一個箱子 那這個箱子的魔術效果 跟當時劉千 即將要公演的一個 預言的魔術 效果有點類似 但是他的道具是不同的 對 但是我到了現場才知道說 欸 為什麼要拍這個箱子 而且還要拍裡面的秘密 那攝影師還說 你不知道要拍秘密嗎 你們沒有喬好嗎 你可以請那個老闆 你們經紀人自己去講嗎 我說我不要拍這個 然後我原本想說要尿蹲 我就說老闆我想要去廁所 結果他可能感覺到 我要落跑了吧 太明顯了 然後就兩個男生 他說來 你跟他去女廁 就跟著我去女廁 然後就等我就是上完 就進去女廁裡面 對 然後我想說完了這樣 因為我老闆 其實以前有點那種流氓的 就是兄弟的那種 灰色地帶的底 所以他帶的那兩個 也會讓我心生害怕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還是出來好了 出來之後 我還是跟老闆說 老闆我真的不能拍這個 因為我是真的很喜歡魔術 我不可能去破解 這個魔術的秘密 對 他就跟我嗆名 他就說合約 如果你不照著合約 我叫你做什麼 你不做的話 那你就是賠100萬 那當時我只有20歲而已 所以20歲對我來說 100萬是一個大的數字 那我就也只好硬著頭皮 就拍了 拍完之後 那隔天頭條新聞 整個不管是台灣 24小時的頭條 甚至香港到大陸央視 甚至到日本 都有這個新聞 等於你破解 劉謙馬上要表演的魔術 就對了 對 Oh my 對 那後來就被同行的罵 甚至很多新聞媒體 就是開始 比如說就會採訪憲哥說 請問你現在對這件事情 就是 去破解劉謙有什麼感想 對 就說你這個就是不道德啊 真的啊 怎麼可以為了好做 這種不道德的事情呢 之類的 有印象 然後我那時候還很傷心 因為憲哥是我 就是最喜歡的主持人 對 但是不知道當時 你有這個苦衷 對 但後來 對 但後來就是 因為就真的 因為這件事情就爆紅了 所以當時就有 非常非常多 當時紅的節目 就是 把我通告啊 甚至有 排一些廣告要什麼 就是真的就是 全部這樣一次來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如果去上通告了 就代表我就是 那樣子的人 那樣子的人 對 然後我就趕快尋求法律途徑 我就寄純真信行 我說我不要 我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給你解約 然後後來我就推掉那些通告 那我覺得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吧 因為同行的人都會罵我說 你怎麼做這麼不道德的事情 對 我那當時也是剛新出來的一個新人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認識 這些魔術圈的人 去一一解釋 對 但是有遇到一些前輩 他了解我的狀況之後 幫我解釋說 來龍去脈是長什麼樣 當時不是這個意思嗎 對 我是真的很喜歡魔術 我還想說 好 那我要去參加比賽 然後去認真學習我的技能 因為我覺得 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爬起來 我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被打敗 所以才會講說巧妙不同 對 這我怎麼設計 設計到讓人覺得說 哇 嘖嘖升級 這才是重要嘛對不對 這才是重要的 對 Koz Koz Koz